教童 按键P1 P1就是设置做模的参数 这样看不到 对 按时间键 就可以对工作时间进行设置 一般做模我们设置到360度就可以了 按加减就可以对这个时间进行调整 按温度键 注意看温度键 就可以设置工作温度 一般做模我们设置到140度左右OK了 那如果是长按时间键 这里设置的就是预热的时间 一般我们设置在25秒 长按温度键 我们设置预热的时间 预热的温度 预热温度 那么一般我们设置在90度 这个预热温度和时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机器啊 打开工作加热的时候 温度加热到90度 你就可以把把手机和膜放进去 那它会在90度恒温的状态下保持25秒 那现在你看到的是iPhone5的手机模具 那注意看啊 这两个模具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左边这个呢 用了高温胶带 把边缘缠住了 为什么要这么操作呢 是因为啊 注意看啊 这个模具 这里啊 它有一个有一定的宽度 膜在吸真空的时候 它会往这个里面吸 这个拉力呢 有可能哦 有可能会让膜拉扯过度 甚至会拉破膜啊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 这个缝隙这里呢 缠住了这个胶带 就让就让这个间距变得更小 所以说这个模的拉力呢 就没有那么大 这个模的质量呢 延展性的就会更好 OK 现在我们开始 做一个手机壳 注意看啊 上下硅胶皮的这个设置 看上面一个硅胶皮 下面一个硅胶皮 OK 现在可以把膜放进去 开机按加热键 可以把盖板收下来 按紧 膜可以放在机盖上 进行烘烤 这样的目的呢 是让这个热转硬墨水呢 能够烘干 这当温度加热到90度的时候 注意你听啊 机器就开始报警了 就提示你现在可以把手机壳和模具放进去了 注意哦 注意哦 如果你现在你这个机器第一次开机 通电开机 第一次做第一个手机壳的时候 你可以让它报警多持续一会儿啊 让这个 让这个90度呢 多持续一会儿 它报警之后那个温度会上升 可能会上升到100度啊 但是它不会上升太多 它过几分钟它还会降下来 但是也不会低90度 它会维持在90多100度之间 OK 我们放进去吧 OK 你可以把扇盖打开 手机壳放进去 注意放膜的位置 注意放膜的位置哦 我们机器的左边跟前面有两个角对齐了之后 然后放进去之后 按timing 就倒计时 注意看哦 我们设置 之前设置了360秒 是不是 注意看 它到335秒的时候 就是过了25秒 它就应该 对看 它就开始吸真空了 真空键 你看那个绿色的这个灯 指示灯已经亮了 好 真空开始工作 注意看真空表 说明已经产生真空 已经产生真空的压力 真空表开始转了 OK 那现在我们只有等待 等待这个倒计时结束 这个手机这个就会做好 好了 时间快到了 时间到了之后呢 它也会提示报警 好 打开上盖 注意看 这样子一个手机壳就做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膜的这个边角 有没有这个皱的情况出现 手机壳的边角都是OK的 来看一下膜 把膜展示 没有任何破的痕迹 没有任何破的痕迹 边角也是OK的 对不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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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 OK 那么 好 好